我们出家人急重 相对的我们看到我们的《华严经》里面的 《大方广佛》《华严经经恨品》里面提到的 我们如何呢叫醒我们自己里面的二六十中 都是在一个急心急佛 急患急礼 我们了解到何谓的明珠 愿是终身超法界 铁为幽暗西皆闻 闻成清静正圆通 一切众生成正绝 《华严经》的富贵不可思议 我们透过我们内在的终身沐浴 其实在其中地址出家人 如此的清静自在 就是他们有这一个 我们现在了解到石墨西里面的同位元素赚死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身体 虽然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吃五股炸两 可是我们可以将五股炸两 转为真正的智慧 这就是闽中的不可思议了 在《华严经》里面都是如此的慈悲 我自己理解 我也愿意分享给众生